好,各位觀眾,我們要解決穩定的直播電源呢 強烈建議你用兩個電源 做進行雙HDMI分配 這一集節目叫做 PK3送兩個HDMI輸出 一個Monitor一個 一個Monitor一個圖傳 好 Monitor跟圖傳都有了 那我們現在開始 那它的主核心是PK3 用一條Type-C送電到這個位置 叫做交換,訊號交換 同時這裡呢 會吐電力給我們的 PK3 那你如果沒有C,你可以用A C對A C對A,C對C都可以 那麼再來供電,供應進去 供應進去之後它就會啟動 就會做HDMI的輸出 HDMI輸出之後呢,我們要分成兩組HDMI訊號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配合著 訊號線材送到這個 1分2分配器 那前面這裡是Input 這裡是電源燈 這裡綠色代表啟動 啟動輸出 這一段就告一個段路了 這裡有一個嚴格的忌諱 由於它是DC的 5.5的頭 這個頭 你不能夠用別的 只能夠拿5.5V的 這裡頭有5.5V 有8V 有12V 最多的有16V 那麼這裡的電力來源呢 是來自於這個 叫做 行動電源 這裡會吐5V訊號出來 5V的電壓出來 送給我們的盒子做啟動 那這裡呢 是Type-C的 PD的 這個電力呢 送給我們的 這裡 叫做TOW的電力供應 你就會聽到風扇聲 閃爍的光線 微微的 燈光 有了這樣的裝置之後呢 我們的電力供應給了 我們的轉換器 1分2分配器 電力供應給我們的TOW核 這裡就可以輸出兩個畫面 好第一組到導播機 請看一下 導播機 導播機 這邊一組畫面 第二組畫面拿來從這裡 透過線材 送到我們的Monitor 那這Monitor呢 你可以把它 想像它是圖傳 或者是其他任何的 接收裝置 就可以形成我們的作業 好啦 PK3呢 這一次在電視轉播作業當中 有非常優異的表現 這次總統選舉呢 也是用這一 也是用它 也是用它 總統選舉 廟會 還有一些節目 行動的直播呢 現在目前 整合了攝影機 整合了穩定器 整合了低光夜拍好漂亮 整合了直播 同步錄影都可以同時作業 整合了這麼多功能呢 目前全世界就只有這個產品做到 PK3 趕快登記預約 饕河 目前全台灣做得最穩 以及經過電視台認證使用的設備 110先 USB訊號進去 HDMI輸出 饕河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